字幕君 字幕君 李宗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民 阿民聽說 坐純看海影 坐飛人家看粉底 看大爱台改心境 为什么看大爱台改心境呢 因为发 譬如水 上人的开示就如清水一般 可以洗滴我们众生的无名烦恼过会 所以这几年来 上人不仅在大爱台讲水灿这部经典 竟然往往的今年 全台湾的孙岸孙岁可以邀请 乡亲大敌冬斋来参加水灿的读书会 然后斋戒吃素食 然后一起来祈求天下无灾无难 当然这么殊胜的姻缘 大爱台的同仁也要把握并且共襄盛举 今天现场就邀请到六位的同仁 一起来分享他们的心得故事 第一位是我们的制作中心的萧玉军经理 欢迎 大家好 还有总务事的李炳慧师兄 大家好 接待组的蔡飞山师姐 大家好 美术组的王宁娟师姐 大家好 科技工程部的黄俊宪师兄 新闻部的萧志杰师兄 欢迎六位来参加露营 其实平常大家都各尽职责 不过这次他们除了帮助上人传证法之外 他们也自己亲身入金帐了 希望他们的心得到清静 大忏悔 得智慧 我们透过影片之后 再请他们一起来聊聊 他们如何发挥自己的良能 好 各位 各位我们就不要离开 除了上席上席上席之外 我们就在这里 好 不用换 不用换 为祈求天下无灾无难 从2011年3月起 全台5万多个受政慈悸志工与家庭 开始进行大忏悔运动 更有一万三千个家庭 参与为期五个月的训练 即将在八月中旬起 从高雄 台北 彰化 台中等地 举办每场数万人与会的 入金藏 水灿演艺 那想到法会 我就看到古代很多的书 就都会有中古 有飘花香 有什么 好像所有菩萨要云来及 那都会有这样 中古奇名的声音 来欢迎所有的菩萨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说 希望能有个中古奇名 当初这个滑屁如水 是因为人文之业中心 它所要发起的 那我们就很希望 人文之业中心的同仁 能够自己用这样的鼓声 打醒自己 也去打醒别人 从这样的一个大open 去把所有的线给牵起来 那这个是当初在设计 这一段时候 所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这样 参与其中的法谷队成员 多半是大爱台同仁 平时习惯在幕后工作的他们 鲜少有机会在人群之前表演 为了做最好的呈现 法谷队成员 无不怀着紧张的心情 抓紧时间不断重复练习 为的就是能与众人 培养一定的默契 敲打出整齐而嘹亮的声响 平常都是血啊 打电脑啊 那个手 真正活动的时候很少 不过我这次我很高兴 所以手虽然受伤啊 不过 我有四五年的这个舞时间啊 就是因为这次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动啊 奇迹的痊愈了 所以非常非常感恩 只要是跟古棒接触的地方 一定都会破的 每个人都有破 我看他们那个哇流血了 就是皮破了 再长好一遍剪 剪又再磨又变破 然后那个后来后来 我看他们也不必绑这个了 推动大忏悔 不止刺激志工和社区会众动起来 连演艺人员也来共襄盛举 我们慈激人的过程 在乎的是表情 肢体 然后那种内涵 可是专业的人 他要的是他的专业 他要高难度的 他要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所以他们会在那边钻研 因为他想这么大的场面 我必须把最最很高难度的东西 我越要把它表达出来 那我跟我们之间的落差 是真的很大 那这个是过程比较辛苦 为了表演精准到位 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都要细细调整 重新排练 为了推动大忏悔 这里没有演艺人员 只有共襄盛举的 入金藏菩萨 然后你要走跨出去的时候 要跟医院请假 医院员先生说 不行啊 我们只能请几个钟头假 就一定是我们 是我们那个大爱的嘛 说 好不好吧 你特准好了 所以我就 所以待会排练完之后 孩子赶回去 因为还在打抗生素 还要做服药 发挥良能 专心投入 希望运用自己的影响力 感动更多人走入金藏 用舞台演出 表达水灿金藏的感动 让更多人响应大忏悔 好事大家做 大家做好事 这次真的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姻缘 过去几年来 上人在花莲的金字金色 开奖水灿这部经典 源起就是唐朝末年 悟达国师 因为脚长了人面疮 所以他写了这部经典 希望大家能够忏悔得清净 不过这么多年来 金字成语播了 法屁如水的节目之后 为什么有这个姻缘 要让这部经典 让所有的实用世界 会员大众入金藏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小经理 先帮我们解说一下 感恩阿平 就是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过去的两三年的 岁莫祝福 其实都有演那个 悟达国师传奇 那今年刚好民国一百年 也是实际四十五年 所以其实我们在去年 就有规划说 今年要做一个巡回的演艺 毕竟文字业中心 很久没有推这个 音乐手语剧 我们利用这样的形式 让更多人去了解佛法 所以后来决定做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去年就开始规划 只是当初的规划 跟现在实际落实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 就是所有入金藏的人数变得很多 那这其实最大的转折点 其实是在今年岁莫祝福 最后一提上人回到花莲的那一次 那我记得我们跟宗教处 跟企划团队在花莲在开会 开完以后我们已经觉得 OK的要结束了 结果上人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美国跟马来西亚的师兄姐 他举了无量益金 他说无量益金过去在马来西亚 每一场一千零八人 这样子入金帐 这样灾界 然后尺数 很多后来就投入更多的善行 他说以台湾来讲 实际是在台湾是发源地 我们应该在这边耕耘了45周年 我们应该更有这样的机会 去推动这样的精神 让佛教让更多人知道 让全世界更多人来栽界卢树 来救这个地球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舞台 整下这个调整 所以像现在看阿民师 用手上拿这个舞台 这是现在最后的一个版本 其实我们原来是单面的舞台 那现在变四面舞台的时候 陆金帐的人数就可以变得很多 像北高巨蛋的话 一场的陆金帐人数 就有两千零一十八位 台上就占了两千零一十六位 一十六位 一十六位的陆金帐菩萨 对对对 那我从这个流程上看得出来 一开始除了炉香战之外 还有中古奇名 是 这个中古奇名是这样 我们其实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 跟职业世界讨论 是我们有 本来有邀请一些团体 来加入我们做这个鼓队的表演 但是后来 一方面是党旗啦 二方面是飞用 觉得稍微高了一点 后来我们就想说 既然都广要大家陆金帐嘛 陆金帐 那我们人文职业的人应该也可以承担这件事情啊 给一个机会 那我就去找炳辉师兄 炳辉师兄就 我们讨论一下 他觉得可行喔 我们就开始广腰英雄铁 所以整个人文职业大楼大家就开始响应 那不过这个细节的话 我想还是请炳辉师兄来 来来来 所以我们的新谷大队就是炳辉师兄 他做队订就对了 不敢不敢 对 这个 其实这也是一个营免啦 就是萧经理说 本来邀请我做生活组合机动的窗口 我说 现在有鼓队 有鼓队是不是说 没有 那个鼓也是要纹赏啊 不过这个鼓我来带啦 哦 小经理就说 好啦 没法来承担 那我也很高兴就是把想说 赶快邀 我们职业中心所有的同仁 就逛逛逛逛逛逛 有人排斥也没有 有人说好 他没时间也有了 有人说他很高兴 有人自己拯救来报名也有 现在大概台内有几位同仁 这样差不多 现在总共有41位 41位 因为我们打过的时候 并就算说 请台北高雄 有24位上场 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要工作 也是要工作 那因为工作他也有工作的需求 他也不敢说 完全答应每一场都表演 所以说 我们有些预备 有些预备 有些预备的 所以总共有40位 今天啊 我们过去讲说 铁杵磨成绣花针 秉慧师兄可以当代表 真的是啊 天下云然是 只怕有心人 他今天带来他的一些道具来 有这打斗的鼓棒 这鼓队打斗几个字 是啊 有人最大的记录打24枝的 一个人打断4根 打24枝的 因为这有些各种材质 有些就是用心在打 人心打 也打斗几个字 这真的打斗几个字 有外行人说外行话 像你今天这些鼓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鼓 这是利鼓 利鼓 一个大鼓 还有高音鼓 因为这是搭配 所以有大鼓高音鼓 因为这个就是利鼓跟高音鼓 差不多是在领航 意思是大鼓都要好好听 他们两个声 然后搭配 然后打下去了 所以利鼓站着 这边站着的人说 对 大鼓跟高音鼓 高音鼓 大鼓跟大鼓是一组的 一组 有的就是像打着大鼓的 是 所以这次真的是 感恩所有的使用师 也来互伐 包含了 职业体的同仁也都投入 以鼓队来说 有父子党 有夫妻党 兄弟党 反正就是 将这个姻缘 合合在一起 那除了这个硬体之外 小经理刚才说到 这个舞台的设计 许多的工程人员 投入之外 还有软体中的软体 包含台上的表演艺术家 我们的演艺同仁 等下佩战师姐影片完之后 可以来分享一下 他带领这群 平常就是专业的演员 入到经账之后 心里有什么改变呢 而这几个月来 每一位入经账的菩萨 身上都有一个 识别症 上面有英文字 有数字 这要代表什么意义呢 等下请我们三位的 知音小组也来谈一谈 他们如何 让大家一起凝聚共识 这个水灿所要呈现的方式 是持继45年来 从来没有用过 是一个狠心的手法 师兄 师姐 到底都是自宫 是怎么行间的 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套器 能够整个结合 那所以想想说 他们都到了 我们整个法院要跟 真的专业演员 整个衔接的东西 我们整个完整的走一次 让他们一起来感受 这样好不好 好 在花莲金慈堂演出的 金藏演艺 除了专业演艺人员 与工作人员 还邀请了歌仔系小生 徐雅芬 古典美人李玄 以及台湾戏曲专科学校 师生等人 透过大型的音乐手语句 结合不同形态的表演方式 颤阳佛法 来 只剩虽无量晒 把发老大为怎么快搜啊 黑与之子 万一会如上经意 我 我的面子 天上渴 来 然后一坐来会一下 哇 然后你马上下 就在所有人员绷紧精神 台上台下各司其职 卖力彩排之际 意外的惊喜 振奋了大家的心情 大家好 大家好 感恩 感恩 好弟子们 是希望大家 要有这一本意义 你们现在就是在道堂休息 然后 对 只在这三个位 他们感觉要有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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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言上人的身影 让现场所有人员 数天下来所累积的疲累 全都烟消云散 再回到后台之后 又专注于演出前的准备 一二二三四 一二三四 飘走 左右 一二三四 参与花莲场次金藏演艺的 二十八位专业演艺人员 正时放下事业与家庭 与慈祭人核心协力 成就这份殊胜姻缘 当正式演出的时候 为了怕影响舞台上的灯光呈现 后台就只能处于这样 光线昏暗的状态 说实在演员是看着 昨天来了以后看到所有 那个少女员 那个我们师兄师姐表演以后 他们意识到才开始感动 才意识到要很认真地 在做这个舞台 真的 长达两小时的水颤精脏演艺 由慈祭基金会副总执行长王端正填词 知名音乐人李寿泉团队 以及大爱台团队共同谱曲 以浅白异动画翻围简的文字 全是否点的经营 他到底这边更大量很多了 他到底比较大量 忏悔法门已经开启了 清灵改造工程正在持续进行 刚才影片之前我们有提到说 我们有三位知音小组的同仁 要来为大家示范一下 他们如何在团队里面 发挥他们的功能 我们先请他们吃饭一下 在忏悔果报帐最后的 法传院的部分 对不对 我来为大家播放一下音乐 这是平常我们随身拿的小喇叭 好 音乐一下 常规 手自然锤放在大腿两侧 好 船身转坐 待会听到最高亢的气笛声 准备要推船 好 边常规边推 从腰部一直往上推 推向二楼把慈祭法船 推向全球运载群伸 促向底岸 海鸥伸修准备左边日出 好 记得看到最高微笑 感受阳光普照大地的感觉 好 慢慢合掌收 好 下一句我的时候坐 最后一句准备 好 跨人间的画场会 准备 准备右边推船 上 收 摆上 好 合掌收 好 我们赶分三位的示范 这真的是这个法船已经起航了 请坐 刚才智杰师庸代表的就是 智杰小组在这个师庸师的团队里面 负责像一位 隐行人 像一位导读人 提醒大家 什么时候动作要做什么东西 这一开始就有了吗 还是后来才酝酿而成的 谁先回答 来 林娟 来 林娟 我觉得很感恩就是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在跟着社区的菩萨在入金帐 是非常的紧张 而且无所适从的 那后来很感恩就是 核心团队有了这样子一个统一的引导 那我们就看着 核心团队所做的示范的video 那我们就把它整理成 就是 像我手上哪个这个吗 手上的 对 一个小秘籍 只能提到是说这个 知音小秘籍 知音小秘籍 那上面有这个 黑字跟黄色的字又代表什么意义呢 一般就是上面 标开题写的那个字是原本的歌词 歌词 然后心系名体在旁边标上黄色的是 就是知音需要喊的口号 所以刚才智杰师庸喊的就是黄色字 是 他提醒大家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动作 要跪 要推 要起 要看 对 OK 这个东西产生了之后 对大家在平常彩排的时候 有发挥它很大的功能吧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就是 上人给了我们这样子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名称 叫做知音 那上人也是提醒我们说 我们要发入心以后 然后知会别人的声音 这是知音要做的功能 那我们除了动作提醒之外 也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就是 在提醒的时候 那让大家能够很准确的 去达到一种和其之美 那刚才影片之前我有提到啊 每个人都有一个识别症 这其实代表就是啊 每个人属于哪个舞台 身份表演的 演绎的身份是什么 这是代表第二场 甲乙丙丁 像我们这是林娟的识别症 关度1 我们在关度嘛 丁舞台 第一区 关度1 第一区 C13 因为我们分A B C 13就是它的位置 那手咧 就是它负责妙手 比手语 这段日子啊 感恩佩山师姐 他跟戏剧部的同样 邀约了许多 平常参加我们大戴剧场 或者跟慈激有缘的人 一起来 你也陪伴他们回花莲首演 听说爱的效应已经在扩散 已经在成长了 你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跟我们说明一下 刚开始我邀约这些艺人 来参与演出的时候 我会让他们知道说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法会 大法会 就是说 因为他们不但是只有 专业的演出 还有呢 他这是度化全球 大爱电视会把他们的演出 透过12颗卫星 传送到全世界 那刚开始呢 我们在跟艺人互动的时候 我也不敢很强制的要求他们速食 我就说尽量速食 随喜 随喜 尽量速食 我怕他们会这样子 可能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呢 经过这样子 再搭一台的彩排 跟回花莲 他看到师兄师姐们 在台下这样跪三个钟头 站三个钟头 他们只不过上去演一下 他们就觉得脚会痠 膝盖跌破了 但是看师兄师姐跪那么久 他们真的感动了 所以呢 后来就回来之后呢 又好几个人 几乎现在二十几个人 有将近九成全部都速食 而且不但是这段时间速食 到演出期间 他们有的就终身要速食 所以身口意都得到清净 对 他把感动化为行动 所以真的是要忏悔 希望改往修来 就像我们的这个钟曲的时候 有几句话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大时代真的虚名大是非 大劫难虚仰大慈悲 大无名需要大智慧 大动乱需要大忏悔 希望当然人人都当一颗种子一样 将你的爱散播出去 就像我们今天的面前 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 上人不断地希望 大家可以让这个世大不调 地水火风不调的这个心理 透过我们心来转念 然后心事效应 可以改变整个温室效应 祈求人心更进化 社会更祥和 天下无灾无难 所以最后我们要祝福大家 加加火 都平安 都结尚 我们要点燃我们的心灯 一起希望透过科技 透过上人的智慧佛法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让我们一起来虔诚地唱出我们的心声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一 二 三 大爱让世界亮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